马尔要制造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。 马自达推出了具有直列六缸,布局的新型大型内燃机系列,有汽油和柴油两种,这些与我们在整个行业中看到的缩小尺寸的设计直接冲突。 MOSDAI公司似乎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,因为3.0升汽油和3.3升柴油,发动机很可能是其最终的内燃机。 马自达欧洲研发中心技术开发高级成员刘阿金康在CX60的揭幕仪式上接受欧洲汽车新闻采访时表示,这很可能是最后一代内燃机。 因此,我们将为最艰难的预期目标,然后使用后处理解决方案进行调整。 在排放法规日益严格的情况下,将在燃油燃烧器上进行后续投资,以使监管机构满意。 MOSDAI有新兴柴油将符合欧期法规。 尽管这些法规尚未最终确定,预计欧盟委员会将在7月正式制定更严格的标准。 但欧期直到10年后期才会生效。 许多汽车制造商已经表达了他们对新标准,将如何使S动力汽车更昂贵, 以抵消使发动机更清洁所需的增加的工程成本的担忧。 这家日本品牌认为,六缸发动机在汽车领域仍有一席之地。 MOSDAI决定做大的原因之一,特别是柴油排量为3.3升,是给工程师一点回旋余地。 拥有3.3升发动机意味着我们,希望在扭矩和动力方面保持安全。 KUNS谈到了对ICE更严格的立法,通常会导致马力和扭矩的下降。 但拥有3.3升发动机有助于,MOSDAI在满足欧期标准的同时,仍提供足够的输出。 目前,这具引擎的相关数据已经揭露。 Sky Active D标准形式,最大输出为228匹,51公斤米。 还有一款采用氢油电技术的,以Sky Active D,可将最大输出提高到251匹,每56.1公斤米。 不过,现在有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进受产油动力,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。 而关于3.0升的汽油动力数据则尚未揭露。 相信MOSDAI还会持续带给大家更多惊喜。